打開外帶的豬心冬粉撈來撈去 發現好像怪怪的 裡面這褐色物體 仔細看居然是小強 讓客人嚇到反胃 民眾發現了之後 當晚有打回電加反映 但網路PO文寫下過程 附上兩張塑膠袋包裝照片 裡面這隱隱約約出現的就是小強 被指稱的店家回應 當晚接到電話表示能換一碗 但消費者沒有帶東西回來 不能確定裡面到底是什麼 也表示自家店很注重衛生 但民眾的PO文引起網路熱烈討論 台南市衛生局大動作展開機查 衛生局機查人員到當事店家 了解包裝食物製作流程 並未發現髒物或不合格 擔心影響台南美食之都名號 宏偉哲下令全面徹查 除了這家店更大陣仗 衛生局匯同消保官法治處 附近多家知名豬心冬粉 包括阿明阿文跟大胖豬心 也一併被稽查 都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一回到家吃的時候 應該就是要立即反映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如果店家真的要看 我會吃早時間拿過去 指控豬心冬粉有小強 網路PO文引起後續討論 衛生局機查店家雖然沒有違法情況 不過投訴民眾將留著這碗 等待後續釐清真相的需求 三熊王帥股仙台南報導